从未失败就意味着从未成功,从未挫折就意味着从未胜利,从未反思就意味着从未经历,从未跌倒就意味着从未登顶,路由俗语的组成,所以才人各有物,正因为人各有物,所以才人各有成,遇到一件事,喜欢他就享受他,不喜欢就避开他,避不开就改变他,改不了就接受他,接受不下,就处理他, 难以处理,就放下他,其实,人最难的,是放下,同时追两只兔子的人,一只也带不到,不要贪图无所不由,否则你将亦无所有,不要是图无所不知,否则你将亦无所知,不要企图无所不能,否则你将亦无所能,财神也会在明天帮助属狗人,让属狗人才愿多到和不拢嘴的,财神也会在明天帮助属狗人, 在明天帮助属狗人,让属狗人才愿多到和不拢嘴的,在七月不但会有贵人相助,也会在工作上面有所作为,能够得到领导层肯定和认可,属狗的人今年和太岁比较的相合,会有桃花出现,转轻也会持久下来,所以要在生活中耐心等候, 事业方面属狗人一定要注意贵人的帮助,绝对不能一意孤行,在工作中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,对于你们的工作会有极大帮助,如果一意孤行很容易会出现错误,进而影响到事业发展,属狗人的七月金钱财率会出现强势反弹, 在这个月底,属狗人的金钱运势会变得异常的强悍,此生的偏才愿意有力,生肖狗要多参加活动,和形形色色的人社交,能够容易帮你打开个人发展性的局面,生肖狗的你下周整体运势都和你的贵人息息相关,果断的态度和形式作风能够给你带来好运气,无论是与人相处或是工作上面,你都有出色的表现, 为你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,但不要紧绷着一根弦,适当放松,出去潇洒一番,反而可以在清新的空气中,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明智的决定,生肖狗的你要多参加活动,和形形色色的人社交,能够容易帮你打开个人发展性的局面,带来新的发展机遇,对于下周的你而言,只要付出了,就会得同心愿, 得到贵人的相助和扶持,越走越顺,可以更快的让量变转变而质变,让你的奋斗更加容易一束火雷雷,喜鹊包喜,金狗送福,七月大金狗迎福贵街福气,虽然今年是生肖狗人的本命年,直太岁,受到影响,日式起伏不定,之前的日子过得不甚如意, 但是,输狗人在七月会逢见归三合心交持财户,日助之上有财心,事业能和财月两相合,生肖狗的人红福不断,财源滚滚,输狗人在七月的天时地利与人和,注定贵运连连,生财有道,七月里可以留意身边的属虎,羊,兔的朋友,其中必有贵人,发一笔恨财就是水到渠成, 赚到了钱财不可轻易浪费,更大的考虑必将奔至他来,喜鹊包喜,金狗送福,七月大金狗迎福贵街福气,顺心又顺意,输狗的人七月开始放财,财神下凡,平年变土豪,命带芳华草木之力,容忍坚强,爆发力也是极强,呼报生辰,命运不错,并且输狗人的贵人运好, 一辈子有历史财运,就算本身不是最聪明,但也注定最有范园,背面不需要贵人支持,年纪轻轻就工作有成,一往无前,一路上升,总有数不尽的奉才在手,出路一片大好,输狗人看运技能,半脸不由人,输狗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,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,如果不能打死心中的壁垒, 即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,人生的坚持,就是学习的坚持,尽管是遭遇困苦,但是我们确实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,重新的去爬起来,这就是奋斗的人生,总体来说,输狗人的运势,算是很不错的,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,遇事三思二后行, 与人相处稍待圆滑,好运次会降临在自己身上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祝你多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